各位,我們繼續會議 現在請何潤生議員 各位主席,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各位大家下午好 今日我的提問是關於5G的發展和智慧社區的建設 在本月,特區政府向兩家電訊營運商發出5G的牌照 社會都關注5G的時代,將會為澳門帶來甚麼新的機遇 內地5G的牌照比澳門更早落地 近年內地的人工智能、5G、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新興的技術和社區加速融合 大力推動了智慧社區的發展 各類型的創新的應用不斷湧現 形成基於數字化、網絡化、資訊化、智慧化的社區管理和服務 在疫情之下更加加速了社區生活、工作方式的升級轉變 為此想請問行政長官閣下,隨著本屋5G服務正式啟動 未來本屋的電訊營和5G的發展有甚麼長遠的規劃 會否探索更多5G的新應用場景、加速5G服務 普及於社會的民生服務當中 對整體在社會裏更加智能、更加高效和更加快智 如何協助本屋中小企業的5G應用服務落地 帶動中小企業的數字能力提升、富能企業的轉型升級 對於內地發展的智慧社區在保護居民的私隱前提下 是否是未來本屋發展的方向之一 另一方面,在澳門新街坊的項目除了探索 將澳門的醫療系統、基礎教育和社會的保險 延伸覆蓋著橫琴之外 未來有沒有條件作為智慧社區的視點呢? 鄭恆政長官 好,多謝主席,多謝何仁申議員的關於問題 關於5G的問題,阿蘇蘭難易行議員都已經提了 我都解釋了一部份 我在這方面都不是一個專家 但我們看到內地5G的應用 特別在工業上的應用 他們是十分之用得好的 5G來說,例如我們看到汽車流水線裡面 當它轉換一個車款來說 它通過5G的調整來說 它可以混合不同的車款在同一條生產線上面 一起可以去做有關的步驟 有關的不同的方向的裝備等等 所以這方面在工業裡面 比較會看到是十分之好 譬如我們看到在貨櫃碼頭裡面 用5G的技術去可以全自動化的 提升貨櫃的裝設的能力等等 在澳門來說 5G剛剛算是這個禮拜才落地 在這方面來說 我想第一個使用得比較好些 是我們有關的學校 我想希望在學校方面 加快5G 特別是我們在有關視頻 我們的視頻教育方面來說 可能對他們以後來說 會比較會暢順 還有會多些功能去使用 第二來說我們在醫療方面 我們的醫療數據上面 第三來說 是我們自己本身的 我剛才所講到的一戶通等等 這方面來說 必然會有一個再新的一個版本 可以去做到 如果大家5G的網絡 在明年基本覆蓋的情況之下 因為現在都是局部覆蓋 到明年基本覆蓋裏面 我想這個會做得更好的 以後來說 在醫療上面 我們在新的尼島醫院裏面 一定是靠5G的技術 去做有關的下一步的我們的安排 例如我們有些可不可以 和老人家的視像的診斷等等 因為有些是慢性病 它只需要一個階段的紋診等等 這方面都是希望通過5G 這個有關的系統可以做到的 5G的發展是十分之多 所以現在來說 我們希望在5G上面 在零售上面等等 我們都可以在酒店管理 在我們的餐飲管理 都通過這個系統 會得到更好的發展機遇 你說到有關橫琴的 有關新街坊方面 是澳門有關配置的服務 這個我們在現在設計裏面 都跟公司 都是有這個方面的配套 就是為我們澳門的基層社團 和我們的基層的醫療團體 我們在那裏都會進行有關的 是為住在新街坊的澳門市民提供服務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會按照我們現在有關的新街坊 以後的發展的趨向來說 我們逐步完善我們的有關 趨同於澳門一樣的有關社會的服務措施 多謝您的問題 請李良光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為應對人口老化和完善長者政策 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 並落實多項相關工作 客觀來說 也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作為社會保障體系 還要組成部分的非強制養殖金制度 因公共財政未錄得預算執行結餘 已經連續三年不具備條件 作預算盈餘特別分配 以一般市民來說 問題或者不會即時浮現 但對於已經到了領取年齡的長者群體來說 等於直接減少每年的可支配收入 對生活造成一定的影響 雖然官員已經作出個回應 但不少長者朋友期望有其他的支援措施 值得指出的是 單從個別條文解讀 預算仍然特別分配是分享成果的體驗 但特區政府更加應該從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整部法律的立法目的出發 才能夠全面體現加強養老保障 以及對社保制度作出補足的原意 因此 央值金沒有特別注資 並不是單純的福利問題 而是關乎整個社保制度是否完善 特區政府有必要持續優化社會保障體系 加強對長者群體的關為和支援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在央值金已經連續三年 依法不具備條件作特別注資的情況下 會否考慮增發一期勁勞金和殘疾津貼 減少對長者以及殘疾人士等群體的影響 未來有沒有計劃研究其他可行性的援助制度 在現行機制不具備條件發揮預期的效果的時候 作為相關群體的兜底保障 長遠來說 特區政府會否制定養老金和最低衛生指數的掛偶機制 真正落實路有塑料政策目標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李梁旺議員的有關問題 正如你所講 有關這一方面的回應 李思長已經在提交財政預算案的時候已經講了 我在這裏不再重複 你說關於養老金的調整方面 社會保障基金在2022年起 已經全面落實社會保障制度給付行償調整的機制 日後將案機制制定期檢視各項指標參數 計算累積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率 並按照養老金加勁老金不低於最低衛生指數施政方向 確保居民的基本養老保障的水平 這就是有關養老金的有關調整的方面 關於我們現在的數字來說 在2022年上半年的數字顯示 社會保障制度約有14萬2千名 就養老金或殘疾金的領受領人 只有不足百分之一 即是一千三百零五人 因處於經濟貧困狀況 而需要向社工局申領額外的經濟援助 數據反映絕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的受領人 在經濟上都能滿足自身基本生活要求 同時亦顯現本澳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及相關機制能有效發揮其作用 且能以合適的資源精準輔助有需要的居民 有關的我們在這方面都有幾項的措施 就生活有困難的家庭 特區政府要有行償的機制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 第一,向低收入家庭發放經濟援助 第二,對未符合申請的經濟援助的近貧家庭提供援助 第三,為舒緩非自願失業人士的生活壓力提供援助 第四,對殘疾人士發放殘疾津貼 並延續照顧者津貼的先導計劃 第五,對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提供援助 第六,設有對醫療援助的機制 所以政府來說,剛才你所說有沒有兜地的機制是存在的 是有兜地的機制 你剛才所提出來說,再要說一個普遺性的增加 這方面我們暫時未有這個考慮 但是有任何困難的,我們一定有兜地的機制 去支援我們所需要的殘疾人士 和貧困人士的有關生活的需求 多謝你的問題 請張建宗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各下 受疫情沉重打擊 本澳經濟遭受重創 面對巨大困難挑戰 在行政長官的堅強領導下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團結一心 有效防控疫情 持續加大恢復旅遊經濟等工作 所取得的成績得到社會高度肯定 旅遊業界亦承擔社會責任 全力支持配合特區政府的各項工作 在中央關懷和特區政府努力下 中央批覆同意澳門機場擴建填海 11月1日起 內地恢復赴澳自由行電子簽註申請 四省一市逐步恢復赴澳旅行團等 行政長官提出的 一加四適度多元發展策略 更是令我們對前景充滿信心 這些成果實屬來之不宜 大大提振了社會信心 有利本澳經濟恢復發展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特區政府在繼續加大拓展房澳客源 加快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部分 有何政策方向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張建中議員的有關提問 如何再加快步伐 為澳門世界休閒中心建設有關政策方向 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來說 我想到現在為止都是一貫性的 我們是對任何的發展 特別是旅遊方面的客人 我們都是歡迎 包括我們當年坐在這裏 有些議員提出來 一定要收別人的人頭稅 來澳門 都是我們經歷過這些不同的階段 當時來說我們嚴格太多 在這個議會上 我們提出來一定要政府 要加人頭稅 要限制旅客入境 到現在我們要歡迎旅客入境 所以我們由頭到尾 哪一屆政府都是歡迎旅客入境 我們沒有改變 我們沒有限制到任何旅客入境 這是我們一定的一貫的承諾 怎樣更好地去招收我們有關的旅客來說 澳門來說 我們在最近的數字來看到 我們在零售業 特別在高消費行業的營業額方面 我們已經回復到2019年的 在2021年的數字來說 已經回復到2019年的85%至90% 飲食業在2021年都是回復到80%多 在2019年 所以這個可以看到我們是遊客 對我們的重要性 當然這個都包括了我們澳門 全體市民的對我們內需的支撐 兩者我們都是要兼顧的 內地現在通過9月23號 中央召開的澳門 問題的工作會議 對我們大力的支持 特別在電子恢復簽證 這個已經是1號開始了 這幾天我們應該很快會收到 文旅部有關的通知 就是有關的我們的廣東省的旅行團 9月份那時候 我向中央要求廣東省先行 那時候廣東是很安全的 我想不到 只是在10月份他們又搞到廣州有問題 鄰近地區有問題 但是現在你恢復給我 我廣州都很難招到團例 他們都自己個個都坐在家裡 所以這方面廣州是我們主要的一個市場 廣州、佛山、深圳 這些是我們主要的市場 但是我們都不氣餘的 我們可以在其他的地區 其他的廣東沒有疫情的地區 我們招收我們的旅行團 希望通過你們旅遊業界的靈活變通 去做到我們有關的恢復團遊的工作 解決我們澳門的導遊 和我們旅遊人士不夠的狀況 我們廣東團如果順利的話 我們盡快會和中央申請其他的三散一市 這個就會比較大面積 這幾天我們一直看著 自從11月1日電子簽註恢復了之後 我們每天飛來澳門的內地的城市 飛來澳門的航班裡邊 上座率都是十分之高 上座率都是十分之高 證明來說 他們是有一個需求來到澳門 我們希望下半年 我們現在我們接著在 11月12月的不同的活動裡邊 吸引更多的人來澳門 我們澳門航空都做好有關的準備 加他們的航班等等 這個對我們澳門這些有關的 坐飛機來的客人來說 是一個對我們的酒店 零售都是一個很重大的支撐 很大的很重大的支撐 這方面來說 我們希望通過電子簽註之後 恢復得會比較好 另外來說 旅行團是支持我們人頭的數量 所以這方面靠我們旅遊業界 看一看廣東省哪些地方是安全的 沒有疫情的 還有他們願意在這個珠海 或者是鄰近地區 還是有疫情的地方都肯過來 因為他們現在最大一個問題 要鄰近地區 要經過這些地區才行 他們不是坐飛機下來 飛機下來可以避開這些地區 但現在他們不是坐飛機下來 他們要用車來 一定要經過這邊 如果回去變成一個 或者是什麼馬 他們變成很不方便 每個人都很擔心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對我們的恢復團 是有些影響 反而外地團 我們反而沒有這個問題 外地人客 他們會多些來 這個有關的澳門 所以我們希望逐步的復甦就是這個方向 我們現在平均一日都不到兩萬人 不到兩萬的旅客 不到兩萬人 我們希望通過這個關係 希望達到我們政府要求的有關的指標數 希望我們旅遊業界共同努力 說服我們的旅行團才恢復 原來我們希望那些旅行團 在賽車期間來澳門 多些來參與我們這個活動 但現在看來可能比較 比較慢一點 因為下個禮拜已經開始 這個禮拜尾都開始了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希望長期的 我們還有幾個大假期 還有幾個大節 我們希望這方面做好我們的工作 所以在其他省方面 我們都會繼續跟我們文女部 和中央去努力 我想是不久的將來 都會很快會開通給我們 好,多謝你 請高天志議員 多謝主席 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明年因放疫措施 我們有一個1300億的赤字的預算 龍頭博彩行業 現時在吊鹽水 2003年也不明朗 相信也會有很多微企倒閉 失業率必然會攀升 年輕人的失業率也會高企 我們的儲備越來越萎縮 刺殺率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公務人員的士氣也是一個長久以來的很大的問題 為了扭轉這個局勢 恢復我們澳門的正常經濟 因為我有以下的意見給長官的 首先需要盡快改變防疫措施 由5加3變成3加3 目的就是引入一些外國遊客來澳門 令到我們增加到博彩的稅收 第二就是需要提升一些弱勢社群的津貼 例如一些付宿金、敬佬金、養老金 剛才長官都有講到這個問題 改變現時的制度和法例 就是再次發放的央職金的7000元 以及退回過去三年的21000元 另外就需要設立一些措施 真正提升公務員的士氣 也都需要增加施政的透明度 例如採購法政府都會提案 是立法會 我相信這件事是需要設立一個公共合約的平台 多謝主席 頂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高天賜議員有關的提問 第一來說 有關的赤字來說是存在的 如果三年以來的赤字又不止1300億 所以你的數字來說 如果明年的赤字又沒有那麼多 1300億 兩個數字都不準確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來說 博企就是奄奄一息 即是快死了 即是一句說完了 但我們認為博企 他仍是有關的生計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三年他們對社會是扛起很大的責任 這個是我們實實看到的 大家都知道他們這三年是虧損等等 這個報紙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但我們又要回顧過去的十幾年 他們在澳門所得到的利潤是多少 這個大家在網上都可以查到 現在不是說一千億兩千億的問題 他們的利潤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所以做生意來說不會由頭賺到尾 任何一個大的投資來說 外國公司到中國投資 前三年到五年 它是一定先打著虧損的 後來來說才賺 這個就是賺頭蝕尾或者是蝕頭賺尾 所以沒有可能一個生意來說由頭賺到尾 這是任何一個中小企都會知道的常識來的 這是基本常識來的 做生意如果由頭賺到尾都是賺的 這是很不正常的 一定會有波動 所以我們的博企和我們的初商也好 他們參加競途也好 他們都是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當然他們現在是有一定的困難 但你看一下他們的資產值 還是龐大的 大家都知道澳門我們現在欠很多地債 我們的地債最主要是為甚麼 就是因為我們批了很多土地 給博菜公司去使用 我們現在還要還債 政府還是要還這些地債給別人 羅司長經常跟我說 差8萬8千平方米的地債 這是事實的 立法會大家都知道 我們還有很多地債還給別人 所以我們來講 博企來講 不會說他們說 在這到12月底 全部都要倒閉 這個我昨天都跟我的記者來講 不要相信網上唱衰澳門的言論 沒有益的 如果你們大家都在這裏講 他們奄奄一息等等 這個完全不是一個好的言論 關於年青人方面 我們知道的 就業情況 剛才李正兒議員 梁蘇玉議員都很關注 我都已經回應了 我不再重複了 我們大家會盡力 我們會和我們有關的機構 有關的團體 共同去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一定會 每個禮拜會開這些 有關的 他們有關的配對會等等 關於你說 取消5加3和3加3 昨天我在記者招待會我講過 我會堅持回 我們有清零的政策 我們不會說 去任何的一個改變 暫時來說 所以 你說3加3是否有好 我是國人來呢 我跟你說 不會的 3加3不會的 現在人家輪附來講 希望0加0才有用 0加3都是沒有用 這個不可以是人家說什麼 你就說什麼 變成我們一定要有個依據 可以看到人家的經驗 我們這方面 我們會去做好 關於其他方面來講 李司長已經回應了 我不再重複了 多謝你的問題 請謝世宏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長官閣下 今天我發言的題目是 多操並舉支持青年群體職業發展 習近平主席 在二十大報告中特別提出 青年強 則國強 當代的中國青年 生奉其時 施展才幹的舞台廣闊 實現夢想的前景無比光明 然而 現實的情況不容樂觀 自疫情爆發至今 本地居民失業率已突破5% 直至今年第二季度 16至34歲的青年失業率高達11.7% 本人每天都收到大量失業的青年的求助 盡管勞工事務局 積極舉辦就業配對的活動 但配對的職位相對基礎 無法發揮本老青年人的學識 目前政府應重視扶持本老有學歷 有志向的青年群體 為他們提供一個廣闊的施展才幹的舞台 例如增加青年人進入本老公務員團隊的機會 然而由於現時的公務團隊的舊有制度問題 部分工作年資已超過36至40年以上的公務員 至今無法正常退休 需要繼續工作 針對公職金制度退休的公務員 為達公平公正 政府應發放家庭連資及房屋津貼給他們 此外 舊有制度的存在 亦妨礙年青一代進入公務員團隊 令現時畢業生 失去發揮才能的機會 所以希望掌官閣下能彈性處理上述退休的問題 請行政長官 請行政長官 好 多謝主席 多謝謝世雲議員有關的問題 我會回答你有關的問題 每一個問題我都會 大家在這裡 我們各個議員同等都會回答 第一來說 你說有關的招聘制度 是吧 我們公務員有個原額制度 我們有規定的數量 我們不可以無限量去招請 第二來說 你說有關的公務員做到36年到40年 都不可以讓他退休 請將有關的個案交給張師長 是哪個部門 好嗎 沒有可能的 我們這裡知道 很多都會30年 他都已經退休了 你說做到36年到40年 你立刻將個個案交給張師長 是哪個部門 不批准他退休 好嗎 我們會去問責 好嗎 為什麼會不讓他退休 希望你反映的事實 是事實 好嗎 所以第三來說 你說關於我們現在有關的招考制度 我們的聘請制度 我們一路都會在這裏開考的 一路都被我們的有關開考 但不是一定有編制的 開了考之後 有個名單之後 按照公務員的公職法來說 他們會按照他們再去進行有關的專業的有關的考試 第四來說 經濟補助已經延伸到適用於公職金制度的離職人員 考慮到較早前以公職金制度離職的 至於2022年6月起 各項的經濟補助已經延伸至適用於公職金制度的離職人員 所以這方面已經是今年的6月份已經做了 好嗎 多謝你的問題 請陳路昕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將官閣下 我今日關心的題目是 期待東區II的文化設施能助力澳門有新的發展 特區政府言證就東區II的詳細規劃草案作公眾的諮詢 諮詢的文本對該區在2022年至2040年的發展規劃作出說明 科學設計前景是令人眼前一亮的 社會亦都關注到該區的文化設施 政府是有意將計劃興建的博物館、圖書館、展演廳等建成新的地標 文本的描述是城市級文化設施 即是意味著這些設施不局限於社區的用途 區政府高度重視文化建設、文化界為此深受鼓舞 但同時亦都關心城市級文化設施的效能 期待新的設施能夠補充原來所缺少的 或者分擔言有的不足助力澳門有新的發展 例如配合一帶一路的合作倡議 興建有特定功能的展演設施 加強對外的聯繫、托歡海外的客源 鞏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遊遊行中心的地位 拉動澳門的民旅經濟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在澳門的發展藍途中 東區二的文化設施將會擔當甚麼角色呢 多謝主席、多謝長官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多謝陳豪昇議員的有關提問 東區二的詳細規劃草案在10月7日到12月5日展刊了為期60日有關的諮詢 這樣廣泛聽取社會意見 建設東區二的城市級文化設施是為了落實草案提出的規劃目標 包括建設公屋為主、完善民生配套、發展移居新區、打造門戶、商圈 並透過建設地標性的設施、陸地和公共開放的空間 將區內打造城市、奔海的新門戶、鞏固澳門世界旅遊遊遊行中心的定位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有關A區 即是現在我們的東區二的城市裡面的文化有關 整個區有關的定位 那裡面來說 我們已經是 關於公共設施的用地總的面積為20.7萬平方米 佔區內用地面積的11.9個百分比 包括文化、康囊、康體、教育、衛生、社會和市政 設施、陸地或者公共開放空間用地71.1萬平方米 佔區內的總用地的面積40.7個百分比 陸化加上這些有關的面積佔了我們用了40.7個百分比 根據目前規劃草案 東區二在南側設置多元產業並建設成城市級文化的地標 以環島、濱海、陸廊及中央陸廊連接各國社區 打造新的海上門戶和濱水旅遊的續帶 再結合區內的零售、餐飲、悠閒娛樂及其他服務功能 打造成為綜合多元發展的新區 對推進區域的旅遊發展 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打造區域門戶商圈和橋頭經濟有正面的作用 所以這裏就是有關的設計 總的有關的定義 東區二我們已經設計了很多的有關的 留了很多的地方 譬如我們在D11的地塊裏 我們是有53,550平方米的地方 建築面積大概是135,000平方米 規劃作為澳門的博物館區 D12地塊現在暫時規劃用地面積是15,592平方米 規劃建築面積為39,000平方米 規劃用途為展覽廳 D11和D12的最大地積比率是2.5倍 最大可覆蓋率為60% 樓宇最大許可高度為20.5米 另外我們在技術層面方面 我們都做了有關的分析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文化部門都提出很多的要求 譬如有社區的圖書館 有關的大劇院 澳門的藝術博物館 澳門現代的藝術中心 澳門故宮文化遺產保護的傳承中心等等 所以這個是一個系列 都在這裏會體現到 這一個位置就是我們現在A區的最南端 是我們的最南端那裏 剛剛算是我們過了海的第一個 東線的輕軌站上來的位置 所以一個是比較好的 它的連接在後面來說 就是我們留了的4000戶的私人發展的空間 這裏是我們A區的一個規劃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政府來說 在未來來說 會建造比較多的文化措施在那裏 但不是現在 因為我們要建好我們的京屋 和有關的社會房屋 基本上完成了這方面 我們有人氣之後 我們才會建設這方面的有關圖書館 因為這些高度都不是很高 所以它的建築期都不會很長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逐步去發展 多謝你的問題 請梁安琪議員 謝謝主席 行政長官各位官員同時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今年6月 國務院印發的 廣州藍沙深化面向世界的 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提出 加快推動南沙深化粵港澳全面合作 打造成為蠟燭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台 南沙作為新時代粵港澳合作的新平台已不用忽視 南沙粵港澳創新合作示範員 應正加快建設中 香港方面已經和南沙有了具體的行動措施 包括南沙將會承接香港海洋科學和智慧城市領域創新成果轉而轉化 本澳也應盡快研究兩地合作發展的計劃 主動推進兩地合作中心發展 在包括科技、文女、金融、大健康、中醫藥等四大產業上 特區政府有沒有考慮 哪些是澳門和南沙在推進區域合作過程中 比較具發展潛力的重點產業領域 如何以自身具備優勢的領域為重點 以優勢互補的方式擴大合作空間、深化合作內容 以取得更多實際的成效 如何引進鼓勵業界及市民把握機會 進一步參與越廣澳大灣區建設 相信市民大眾亦非常想了解這方面的情況 能否請特首介紹一下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梁安琦議員 多謝梁安琦議員 為何以此分配來講 橫琴是為澳門開發的地方 前海是配套為香港的 南沙是港澳一起去做的事 在現在來講 我們特區政府都會和廣州市政府通過 稅澳合作機制加強溝通和交流 共商合作 以實現把南沙打造成為香港、澳門更加 好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載體 以及有力的支撐這個目標 加強和在清創合作 直到2022年10月底 澳門與9個大灣區城市中的23個枯法中心 簽署了17份合作協議 累計有521個本澳團隊進駐 其中進駐廣州、清夫基地的澳門項目 超過90個 所以這方面來講就是現在的狀況 當然來講 作為我們澳門特區政府來講 現在我們對橫琴 因為根據習主席對橫琴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指示 建設橫琴新區的初心 就是為澳門的產業多元發展創造條件 要做好諸澳合作發展開發橫琴這篇文章 為澳門長遠發展開闢廣闊的空間 駐入新的動力 為橫琴開發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和行動的指令 在我們特區政府是扎實推進深合區的建設 加強澳門四大產業 在深合區相關產業的合作 是推動澳門進一步參與大灣區建設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部署 因為澳門和橫琴來說 已經是我們成立了有關的管理委員會 由本人和王偉忠省長任主任 我們是雙主任制度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總體方案 我們有一個執行委員會 是由李偉農司長是任主任 我們有很多位的副主任 都是我們澳門派過去的 所以橫琴來說 我們是比較澳門與橫琴的設立點 是較適合澳門 當然南沙是一個大的發展趨勢 剛才我所說 包括香港、澳門共同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我們會去探討、探索 但我們的重點這幾年來說 我們要按照習主席有關的指示來說 我們要將橫琴這個文章 一定要落實好、做好 所以南沙來說 我們都會以後有關的考慮 有關的切入 但我們現在最近來說 特別是稅制來說 我想很難會找一個 雙15%的地方 可以是適合到澳門的發展 因為去到南沙來說 你就要按回內地的稅制 要按回內地的稅制 第二來說 你到南沙來說 我們很多的產品來說 跟我們在深合區 是免稅入口的原材料等等 是有所區別的 和深合區有一線和兩線的區分 我們南沙暫時是沒有這個區分的 所以這等於我們在不同地方的投資是一樣的 當然南沙來說 我們都會保持跟我們密切的溝通 所以我們都有跟廣州市 都有一個我們合作的機制 作為我們探討的方向 多謝你的問題 請陳習武議員 請陳習武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行應職官告下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下午好 琴告深度合作區一周連盟 經過月澳共商共建共管和共享的新體制之下 推進一線房開二線管住 亦推進人員往來高度便利 推進跨境金融的創新 推進市場准入和推進法律服務等五個方面的 機制的銜接和規則對接的工作 加快勤告一體化 深入區的各項工作取得明顯的成效 重點的產業穩步發展 現時應抓住深入區建設的重要機遇 為本澳經濟長遠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發揮澳門自身的優勢 提升合作的水準 打造成為促進澳門經濟多元發展的新平台 便利澳門的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 那想問問行政長官閣下 對這個深入區完善這個體制和機制 有甚麼部署和規劃呢 其實長官昨天在施政方針的重點 都介紹過 剛才都講過少許 可不可以講得詳細少許 或者細少許 還有另外的有甚麼可以補充的呢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陳習武議員 關於深入區 由去年9月27號 我們有關的成立了有關的一周年 所以在一方面來說 我們已經在成立一年之內 我們做了些甚麼 這個大家要關注 我們有八個明顯的增長 第一 澳企澳資明顯增長 新註冊的澳資企業705戶 實有澳資企業5092戶 註冊資本總額突破了1430億元 第二 實體化經營的企業明顯增長 原則取消了虛擬的註冊 和一紙一個地址多的執照的做法 要求所有新註冊的商事主體 為實體的登記 商事主體實體登記佔比 由深入區成立之初的13.77 提升到百分之三十 第三個方面 高端製造和科研研發類的行業比重 明顯增長 高端製造業增加值 同比增長百分之五百五十六點三 科研發類企業營業收入 同比增長百分之二十五點八 第四 全口徑稅收收入明顯增長 一至十一月份 累計完成國內稅收收入三百二十七點一六億 同比增長十八點九 扣除樓底稅還原後增長百分之二十一 百分之二十點一 其中中央級收入一百八十點二二億 同比增長二十五點四 可比增長二十六點三 三級收入六十五點八七億 同比增長十四點五個百分比 可增長十六點八個百分比 按財政預算口徑 區級稅收收入七十七點六一億 同比增長百分之八 深合區內居住的澳門居民明顯增長 現有三千六百三十二人 同比增長百分之十一點二 入出深合區的澳門單排車數量明顯增長 經橫琴口岸出入境達六十九萬兩次 同比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三 第七 享受醫療服務的澳門居民明顯增長 橫琴醫院為澳門居民提供診療服務 超過八千次人次 同比增長了一點五倍 第八 在深合區就讀的澳門籍學生明顯增長 現有澳門籍學生一百九十四人 同比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 約佔學生的總數百分之三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一年以來 他們所做的八個方面有關的工作 當然我們在深合區的體制機制建設的情況 我們都會成立了 推進橫琴越港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領導小組 跟進了有關橫琴越港澳深度合作區 建設重點工作的安排 與國家相關的部門 就深合區的政策措施進行溝通 我們以加快 而放寬市場准入特別的措施 首批授權事項的清單 鼓勵旅產業目錄 金融支持及深合區建設的意見 分線管理海關監管方面方案等的重大配套政策 我們逐步落實共建共享的機制 審議通過了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管理委員會的工作規則 以及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執行委員會的工作規則 雙方共同派出人員組成了深合區的管理機構 實現了有序的行戰 在過去的一年裡 管委會雙主任召開了四次的管委會議 分別召開了七次的專題會議 制定了管委會的工作規則 執委會議事規則等內部章程45步 當前深合區正研究並推動制定深合區的條例 就是收編橫琴總體發展規劃 按程序審批後得以公佈和實施 這個就是我們的機制和制度的建設 我們再推下去會有很多重大措施 我們全部按照有關的總體方案 每項我們跟進和落實 所以橫琴來說 在這方面我們通過我們執行委員會有序的工作 和我們澳門派上去的一批同事 我們佔了很多大部份的局長 都是我們澳門派上去的同事 共同的努力將我們深合區的工作 是有序的在第一年經過 大家雙方面之間的了解磨合 我們已經開始有些上軌道了 在這方面我們設立了我們有關的各種規則 和我們本身要涵接的有關的條例 我想在深合區就會按照中央所要求 我們的2024年達到第一個目標 我們是應該有信心的 好,多謝你 請龐川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當中指出 若完善科技創新體系 堅存新型的舉國體制 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 求然若刻、不拘一甲 把各方面優秀人才 秩序到黨和人民四日中來 科研創新的舉國體制 已經創造了無數奇跡 兩大一星、碳月工程、火星探測等等 不勝煤軌 以面對美國和國家的技術封鎖和打壓 我們需要新型的舉國體制 突破芯片、新材料等多項卡駁紙技術 在未來的新型舉國體制當中 我們澳門的高定院口不應該缺毀 現當挺身而策 為國家引進國際頂尖人才作出貢獻 對國際頂尖人才來說 他們更加體重的是 科研政策、經費、全隊、設備、待遇等等的因素 在這方面 澳門和鄰近地區相比 並不具有明顯的優勢 為此 我想請問行政長的閣 特區政府去支持澳門高定院校 北區一格衛國家吸引人才方面 有沒有相應的計劃或者措施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黃川議員的有關的提問 兩個問題最主要是 怎樣在我們的大學裡面 可以吸引多些尖端的火技人才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問題 澳門大學在2023年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的排名 在第201至250名之間 2023年 QS的排名由2022年的第322位 上升到304位 澳門理工大學與北京大學 成立了北京大學醫學部澳門理工大學的護理書院 在可持續發展方面 澳門理工大學在2022年度 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學影響力排行榜 全球排名去到201至300這個檔次 較上一年上升了100位 澳門旅遊學院的款待及 優限管理學科 2022年在QS的排行 全球是第23位 較去年上升了7位 澳門旅遊學院獲得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優質旅遊教育認證 學士學位課程數量居全球第一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澳門大學的現狀 這幾年經過我們大學的私生 和共同的努力裏面 有所改變 大學有所改變 在座的議員都去參觀過有關澳門大學 這個我們是可以看到他們的一步一步 向前走的方法 剛才你說到吸引尖端人才 澳門大學我們在制度上 我們開始幫他們改革 我們制度上開始改革 他本身都是比較靈活 可以招請到有關世界的尖端人才 現在的機會他們都還是可以保持這個競爭力 剛剛說開學這個年度 我看到的資料來說 已經是世界上吸引了很多知名的教授 都是駕馭了澳門大學的有關工作 你剛才所說到有關尖端科技的研發 是要靠很多的資金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開頭所說到 我們葉紹介議員提到的有關的私募基金 這個方面 這個一定要有私募基金下來 如果全部靠政府的資源 我們是沒有辦法可以供應得到的 所以這方面必須要有我們的私募基金 即是他研究出來的那個產品 是有市場價值 有市場價值 先有私募基金會去進行有關的投資 這個是必然的 如果沒有市場價值 就是靠政府去支撐 我想是比較難的 因為我們這個都是公帑 我們要用得其所 當然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適當的支撐 我們是需要的 但是你說是無限量的去支撐住 因為一個成果不是那麼簡單的 他的所用的資金是很龐大的 所以一定要靠我們有經驗的 私募基金的機構 才可以去作有關的市場的估值 以及他以後可以上市等等的 籌劃資金的方面的方向 所以這方面來說我們會繼續去探討 希望各個大學都在這方面 加強他們有關的尖端科技產業研發的方面的挑選 適合到澳門的發展 或者是市場的所需 我想在這方面就會進步得更快 好,多謝你的問題 請林宇套議員 是,多謝主席 行政長官閣下 新冠疫情至今已經三年了 本來的經濟、就業、社會民生均受到極大的影響 特區政府也因為稅收大減而緊縮開支 儘管政府在昨日的施政報告一再強調 教育、醫療開支不會減少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例如非高等教育免費教育包班津貼 其實已經是三年沒有調升 政府更將逐步將每班人數 由25人向35人靠攏 升幅達四成 意味著每名學生分配到的教育資源 其實在大幅減少 另外 明年醫療開支預算是123億 較今年140億大跌12.05% 若再考慮近十年 本澳老年人口急升預倍 而產生更多的醫療需求 意味著明年人均醫療資源 將會有明顯的下降 財政緊絕政府壓縮公共開支 其實是無可厚非的 但教育投資是投資澳門的未來 醫療投放真是特區政府對全澳市民 尤其長者的基本責任 為此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會否承諾和有實際措施 確保未來的人均教育 醫療資源投放不會減少 甚至應該維持合理的增加 更好地投資澳門的下一代 同時為本澳報入老年化社會 做好醫療資源的投放規劃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林宇濤議員有關的問題 第一來說 2023年我們有關所講的兩方面 我們都沒有減少到 你的統計數字是有些不準確的 第一來說 譬如說有關的醫療開支 我們在BITDA那裡放下去 當我們在山頂醫院有關的專科大樓完成之後 我不可能會再放它的建設BITDA下去 這個必須要扣除 所以它就會減低了 所以我想作為一個議員來說 最低限度要對我們的預算是適體 有關的我們提交的預算案裡面 每一個細節是要看通、看透 這個我坐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都經常跟大家議員去講 一定要適體預算 作為議員的最基本功來說 如果一個議員來說 對於預算的分類 對於預算的細節 對於這幾個方面來說 你們不明白 我們立法會 一向都有很好的經濟顧問 有經濟顧問可以向他請教 經濟顧問一定會和你們去分析 有關為什麼會減少到 為什麼會低了 或者是否節約了 是不是真的壓縮了 經濟顧問會向各位議員提供這方面的治療 以前麥瑞權議員 整天去我的房間裡 跟我說為什麼這裡不對 那裡不對 我會跟他解釋 這個是沒有的 大家是對預算干擾法不熟悉 對預算法不熟悉的 所以你看下去一堆數字是很迷茫的 但是必須要提 必須要提 我在這裡 雖然我現在做行政長官 我以前做立法會主席 我想在座的資深議員都經常聽我說 我經常都要求我們大家提 為什麼我們現在預算法 我們2023年的預算 我會提早 這兩年我們全部都提早交給立法會 本來來說 是我今天做完之後 過兩天才 李司長才上來做有關的 有關的 預算案 但是李司長上來做了預算案 你們又沒有時間去做有關的審議 跟著就是施政方針 到12月份來說 如果那個時間你不過了預算案 我又沒有糧出給我們的同事 全部要停頓 所以我們會提早 在11月初 我們就1日至2日 我們已經將預算案送給立法會 希望早點我們將預算案拋出來 就是讓大家有時間去做這個有關的審議 希望你們審透 審透裡面有不同的地方 你們可以指出來 有些不理解的地方 我們可以去作解釋 所以很多謝林宇濤議員 今天你提出來 為何醫療那裏我們還會減少 我們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的 但是你不可以將每一年那個 起樓的Bitter 因為我們的Bitter 有分兩種 羅斯長有一種Bitter 羅斯長的建設辦的Bitter 一種是屬於他們自己 衛生局部門的預算 這個Bitter 是放進他們的預算裡面 當他們今年已經是完成了之後 我明白你沒有理由 我沒有Bitter 我又要把Bitter放進去 到時候 黃潔正議員又問 為何這個Bitter沒有用過 這個是一個連貫性的 所以你們作為議員 一定要明白這個有關的關係 所以我們來講 就是希望 第一我可以承諾你 在我自己的界裏 我一定不會減少有關的教育 你剛才說有關的開班來講 我們現在我的資料來講 我們每一班只有28、29人 我們給他的費用來講 是30至35一個班的費用 我們不是按人頭給的 我們按照一個班是多少錢的 不是說按照高校長那些就不同了 他們那些就是津貼到個人的 是人頭計的 但是我們其他的工 即是入網的學校來講 我們一個班規定是30至35人 我一個班給你多少錢 那你現在去到29、28 我都是給你這麼多錢的 我沒有減過你的費用 所以你剛才的譬如來講 根本都不合理的 邏輯性是不對的 所以這方面來講 我是這裏要提出來 為我們的教育清局的同事 要澄清一下 因為你的數據來講 和我的數據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來講 你可以再不對 你可以做質詢 是吧 質詢我們為什麼會少了 你可以拿一些數據出來 歐陽師匠一定會回應你的 沒有問題的 這個大家是辯論和提問題 我們就是作這個作用的 你不明白的東西 你提出來 我理解的東西 我和你解釋 是吧 我不理解的東西 我會叫下次施政方針 叫他們主管的施政 和你解釋 他們還有局長會上來 和你們會解釋 所以這方面呢 我們大家就是這個 叫做交流和溝通 不要放在心裏 你有什麼問題 就講出來 我們可以回答到 我可以回答得到 我可以指證你哪裏 你看得不對 哪裏是對 我們一定會這樣做 所以這方面來說 不怕的 所以你看看 在教育、醫療 我們不會有任何收縮 所以我希望今天 通過電視機的直播 不要讓我們的市民 誤解為我們在教育又縮 我們醫療又縮 這麼多年我們這麼赤字 我們都沒有縮過這兩個數字 我們沒有縮過這兩個數字 我們只是縮我們公務員的 綜合開支 我們從那年開始減了5% 到現在我們沒有調整過 公務員的工資 根據去評議會來說 是不能加的 大家都有個制度 所以我們是沒有任何的 在教育上 我們沒有任何收縮 我們不會說 講一套做一套 我們要給出來的錢 是正正當當擺得出來 給大家去看的 是吧 我們是為了我們保持我們的教師 所以現在去到二十九、二十八 我們都接受 如果不是我們一定會是 人家輪浮地區殺班的 殺校的 坦白講 我們還是保持七十七間基礎學校 我們沒有改變到 這個數字 我們全部都是在腦裏面的 幾多學生 每一個學生的一個費用是多少錢 好嗎 多謝你的問題 請高錦法議員 多謝主席、尊敬的行政長官、各下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大家下午好 根據資料顯示 本郎今年上半年有四十七人輕生了 自殺個案亦都較去年同期的二十二宗 增幅是超過一倍 特別是青少年的自殺個案有上升的趨勢 另外 十五到二十四歲的青少年 在上半年已經有四十四人 是企圖自殺的紀錄 對比二零二一年同期是三十七 二零二零年同期是只有九位 在這個環境下邊 其實是不容忽視 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表示 受疫情的影響 比全球的焦慮和抑鬱患病率 是大幅增加了二十五個百分 疫情以來 居民對防疫措施的限制 以及對經濟的不確定性 是感到焦慮不安 容易產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問題 對此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政府除了宣傳和呼籲之外 還有甚麼政策方針 可以全方位地幫助居民 加強心理素質 面對青少年企圖自殺個案的上升 政府對此又有甚麼措施呢 多謝主席 多謝長官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 多謝 國安法議員的有關提問 今年是有發生過有關的很多自殺事件 就是阿純高議員所說的 我們是同比來說 今年是比較多的 我們統計到上半年來講 已經有四二十三宗這個事件 其中來講 我們一到九月份 共有六十五例 本澳居民有五十九例 自殺的死亡個案 同比上升了百分之差 一 經初步判斷 自殺的原因主要 由很多種因素而造成的 在個案裏面有一例 是十八歲以下的自殺死亡個案 其他都是成年人 這個我們是很痛心的 特區政府來說 我們只能是 加強社區的心理支援 透過分區協助的聯網 提升居民的心理的銀性 改善家庭的關係 並主動關懷和支援 弱勢移青 家庭和高危人士 為出現較嚴重情緒和自殺問題的人士 提供適切的支援和輔助的服務 並透過聯網的家庭和社區危機事件 應變機制 聯同民間機構因應危機事件 聯合展開社區的關懷工作 我們持續資助民間機構 開辦二十四小時的輔導熱線服務 網絡輔導和諮詢服務 舉辦專業培訓 提升前線人員的預防、識別、評估和處理自殺 國外的能力 以加強對社區危機事件的早期心理的干預能力 加強宣傳 提升市民對精神疾病的認識 透過世界預防、自殺日和世界精神健康日 舉辦講座、工作坊、循迴展覽等活動 推動市民多關注家人和朋友和心理情緒的情況 我們在這方面來講 只能與我們有關不同的基層社團、學校 進行有關加強我們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希望我們有關的各位市民和有關的所有市民和青少年的朋友 要珍惜生命 要珍惜生命 真是意見 生命是 好 我們為了救一個生命 在醫院出很多很多的辦法 但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 我們當然了 因為疫情的問題 我們都是困擾了大家很多 這個不只是澳門 各地都有存在這個問題 希望疫情的逐步回復正常的操作程序 和有關的經濟 我們的復甦 回復不會那麼多產生的經濟困擾家庭的問題 這方面都可以逐步可以釋懷和解決 好嗎 多謝你 請胡祖傑議員 各位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大家好 近年大灣區多個城市 相繼出台了對港澳專業資格認證制度 繼橫琴深合區後 南沙自貿區對港澳建築工程專業人士 進行了即稱的評核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 也對澳門建築工程諮詢企業實行資格認可 務實地推進粵港澳深度合作 令澳門青年對大灣區的亮麗前景充滿信心 掌管閣下 相信澳門特區政府也再加強大灣區內各城市的溝通合作 為推動澳門產業多元發展 及融入大灣區 爭取更多優惠政策 讓澳門的年輕人 專業人士 有更多機會參與和學習 請問掌管閣下 可否介紹一下澳門正融入大灣區的政策如何 多謝長官閣下 請主席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胡祖傑議員 您的問題來說 我想最主要都是講有關認證的問題 如果大灣區的問題 剛才已經講了很多 我想不再重複了 有關的政策政府都很明白 我們有橫琴 又有藍沙 這些我們剛才都已經講了 剛剛你講到 最主要是我們專業人士的認證問題 這個在我的理解裏面 你如果在藍沙 或者深圳等等這些地方認證了 它的使用範圍應該是全國性的 應該是全國性的 它不會說只有藍沙使用的 所以這方面來講 我們會加強在這方面 和我們在深圳區 我們在這方面有關的認證工作 因為我們這方面 現在我們這方面的考試等等的機構都未成立 所以我們是未有這方面的認證 所以在這方面來講 我請李師長去研究一下之後 在施政方針那裡 再詳細和你交流 有關的認證工作 那你說我們的政策 已經是剛才已經講了很多 那麼我們的政策在橫琴 我們是主力發展的方向 好嗎?多謝你 請羅采燕議員 多謝主席 村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同事下午好 特區政府近期就促進多元經濟方面 提出了多項的建議和新的方向 當中包括離島醫療綜合體 為居民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培訓本地的醫療人員 推動專業醫療水平發展之餘 醫療加旅遊的模式 匯展加旅遊 一匯展兩地的跨境合作模式 正正更好地連結了兩地的資源和政策優勢 為本地的業界帶來巨大的機遇和憧憬 亦都為促進經濟多元發展 帶來新的契機 現而澳門作為大灣區內的一部分 和其他城市既是合作關係 亦都無可避免會互相競爭 而香港近日以組合權的方式 大力招商人知 透過制定專門招攬的策略和統籌工作 並成立基金 以吸引重點的企業進駐 甚至制出搶企業搶人才的觸目口號 無疑對澳門吸引優質企業 優秀人才構成一定的壓力 故此 請問特區政府在應對當前經濟環境下行 以及諸多不明朗的因素之下 會否加大招商引資隱才的力度 例如 善用閒置的土地 或者推出相關的優惠政策 吸引海內外優質的企業進駐澳門發展 加快推動教育市場化 扶持跨境電商行業 以增加就業職位 多管齊下 助力澳門的經濟復甦 多謝主席 多謝長官 鄭恒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羅采宴議員 你的問題關於 有沒有什麼休閒土地 去作為有關的 限制土地 作為有關的優惠政策 在這方面 因為我們有個土地法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特別的 採取任何的限制土地 就可以作為優惠 所以剛才我們講過 譬如我們高科技產業 我們現在只能暫時來說 按照總體規劃來說 都是自由聯生公園村 和我們有關北安工業村 這幾個地方作為我們的工業用地 包括我們原有的工業大廈 他們都可以做原有的工業產品的發展 你說在招商引資方面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某處局 我們各個部門都會加強 像剛才我都講過 我們會對內對外 我們會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但問題來說 我們本身有什麼吸引力呢 我們要自己理順 我們自己的承擔 我們有什麼吸引力 和別人去作為 我們拼這件 拼那件 口號我們可以喊很多 但我們是否實實在在做得到呢 是否喊口號別人就會來呢 這個是要有事實 我們有關的可以拿得出手的事 因為做任何的企業來說 不是說只是一個企業來到 企業是一個生產鏈來的 它有它的配到企業 汽車來說 它是一個裝備企業 它包圍著有關的裝備企業的零件 提供供應商 可能有幾百家 它不會說只是搬一個裝備廠來這裡 而是沒有其他的行業 它是不食氣候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經濟多元的 要慢慢氣暴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你不是成行成市 有很多企業是不會來的 越是好的情況下 我們越是多人來 這個是必然的 因為它獨市來說 你說一個人來做你發達 獨市生意 沒有可能的 即是等於你開餐飲一樣 如果那條街只有你一間 你不會做了 是吧 人家來到要不就沒有位 要不就不好吃 它以後那條街都不會來的 是吧 如果它多幾個選擇來說 它旁邊又可以吃 那條街越做越旺 所以這個問題來講 我們一定要做好 我們要多月發展 所以現在我們鋪斷著這個工作 一定要有 走出了我們的路 在四大產業裡面 譬如我們中醫藥 我們可不可以做到一定的情況 譬如我們醫院 我們周圍的 就是有關的其他的 剛才我所講的 作療養也好 做保健也好 這些這樣的設施 這些就是我們發展的方向 如果我們自己不定得 去搶某一種行業回來 我們怎麼辦呢 去下游怎麼辦呢 因為一個行業來說 下游是多過你自己的主行業的 因為你沒做過工業 你不知道 以前我們澳門工業來講 一間工廠來講 它有車衣的 它有提供車線的 車買針的 維修衣車的 好多的 一系列的 包括卡通箱的 等等 一個系列做塑膠袋的 是一條生產鏈來的 不是說你只是開一間廠 你識車衣 你就可以出口 是吧 積蜜頭又要有廠 樣樣都有一個配套的 一個系列 所以這方面我們要想好 自己的方向的定位 我們向哪方面 是吸引哪些基礎 這樣我們才發展到一個行業 所以銀行來講 我們現在有銀行 我們現在在討論 金融體系的法律來講 我們希望有些 不是做門市的銀行 有不同的行業的銀行 都來參與我們 這樣你這個金融的發展 你就會多元化 如果不是你說 只是大家都做門市的銀行 這個就不是一件好事 我們已經有33間的銀行 沒有那麼多門市可以做到 所以這方面來講 我們必須要面對 就是我們要清晰自己的定位 如果我們現在自己定位不清晰 我們很難去招商招得好 包括現在深合區 我們都按照澳門的四大產業 作為我們的基礎 在深合區都按照這個四大產業 去進行有關的招商 因為你越是這樣 集中一個精力在哪一方面 我們比較會好些 我覺得我們有博彩業 我們下面博彩的下游行業 我們很多 餐飲啊 其他服務等等 都會有一個配套的 圍繞著博彩業 有一個配套的行業 不是光純就是開一個賭場 去下面空的 不會的 那些人要來吃 要來住 要來玩 為何現在的酒店裏面 要搞這麼多配套呢 這些就是一個生態鏈來的 所以做任何工業也好 企業也好 都有一個生態鏈 一個生態鏈來的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現在做有關的基礎的事 不是立刻可以一束而就的 而是我們是要有程序的 去做這個有關的方面 如果不是就會亂的了 好嗎 多謝你的問題 請陳奕立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公告客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醫療人員 專業資格及7月註冊制度 在去年的12月1日起生後 其中第28條第7款規定 執照續期得以遵守 關於參加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規定 作為條件 簡單來說 就是15類的醫療人員 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 取得足夠的學分 否則專業執照將會被註銷 醫療人員主動學習和更生知識 是醫療業界應有不懈的追求 目前醫療醫務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 亦聽取了委員們對構建 CPD活動系統平台的多方建議 問題是持續專業發展培訓活動的 認可申請及規範的決議 可能有為第18邪撇2020日法律意見書 第41頁第126條內對議員的解釋 他的解釋是 提案人讚同在管理上疑鬆不疑緊 目的就是希望鼓勵醫療人員 適當參與培訓活動 避免與其專業的發展脫勾 但現時一個醫學團體組織講座 讓會員取得1至2個學分卻很麻煩 因為決議設置了7個要件 包括45天前第申請表 活動場所的平面圖 導師資歷證明文件 活動計劃書 社團登記證明 領導架構證明 社團章程 複雜程度並非疑鬆不疑緊 請問行政長官的下 可否為本地7千多名醫療業界 改選上術行政程序 減少行政人員及業界的憂慮呢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陳奕立議員的有關問題 我的資料來說 截到2022年9月 共收到17宗培訓活動的機構 和113宗單項培訓活動的申請 已審核或部分審核的申請已經有84宗了 就培訓申請的期限方面 為確保符合條件的培訓能在舉辦前獲得認可 醫療專業委員會為有關的培訓訂立了申請的期限 但基於部分培訓有其迫設成 亦允許機構可於培訓完成後五天內提交資料 作認可申請 所以這方面來說 在我給到我的資料來說 有關醫療委員會已經作了有關的 剛才你所講到的基本原則 就是疑鬆不移緊的一個原則 你提出的七項的要件來說 這些是程序上的文件來的 和你的疑鬆不移緊 和這個程序上的文件應該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程序上的文件來說 我想是第一次辦 可能會比較複雜些 你感覺到有七個方面 但如果你是多次去舉辦來說 我想其他的東西都是一樣 我希望剛才大家講了很多的數字化 這方面來說 我們以後來說 有關的醫療委員會 收到你們第一次申請了 有關的我想其中的 社團證明 登記證明 領導架構證明 社團章程 這三項來講 應該就可以固定的了 如果你領導架構沒有轉變的話 那你不需要再交 那你說如果導師的資歷證明 我想這個必須要的 因為你這個是關乎到 你這個課程的學分的問題 我想這個是必須的 活動的計劃書 場所的平面圖 如果你每一次都是那個場所 我想你這個就比較簡單 所以我想在這方面來說 你說可不可以 是再簡化來講 是作為一個比較嚴肅的 醫學人員資格 和執業註冊制度裏面的條文來講 我想都是應該要暫時用了一年 我想大家還可以堅持一下 我們在這方面來說 是盡量在數字化方面 做好有關的調整 就是有些你不需要再交了 所以我們現在一互通 有很多來講 我們不需要你交很多的資料 你自己同意我們那裏拿資料 都可以拿完 那現在我們在醫療的衛生方面 你如果同意來講 你個人同意來講 你找他來講 他是可以在很多的醫療機構 拿到他的有關的醫療的診斷的資料等等 這個是第一次肯定會麻煩些 你之後來講 應該是一個正常程序 我想在這方面來講 希望我們在行政上面可以簡化 但是有些情況來講 是必須的 我想是我的理解來講 有必須的 特別是導師資歷證明 這方面 你除非你每次都是這個導師 如果你有所改變來講 你應該要提供一個資歷證明 因為這個你關乎到 每一年有關的學分的 十五個類型的醫療人員 這樣的學分的 所以這方面來講 醫療人員我們都是偏向 你們的疑鬆不疑緊 就是我們的制度上 所以剛才有很多 你可以補交 五天內你補交文件 這些就已經可以體會到 就是疑鬆不疑緊 所以在這方面來講 經過去年10月1日到今年9月來講 已經有84宗已經核准了 我想在這方面 我們再加強有關的簡化程序 希望能夠符合到你們 有關醫務界人員的有關要求 我們現在接到2022年9月 獲認可的培訓活動機構 是13間 不是說遍地開花的 是只有13間的機構 本地和外地的培訓活動是503項 如果13間的機構 它有一定的工作人員 我想它這個操作上面 它都應該會適應的 多謝你的問題 我想歐仁師長回去再會研究一下 好嗎 請王憲暉議員 多謝主席 專警的行政長官閣下 特區政府持續推進電子政務 今年4月正式推出了一戶通2.0版本 按照最新的資料 目前向市民提供的電子公共服務達150項 涵蓋醫療、教育、民康、社會保障 交通、居住、創業和營銷等不同領域 目前已有超過40萬人開納帳戶 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政府現階段的電子政務 尚未延伸到行政程序的電子化 除了五斜片202號法律 在今年9月1號生效 特區法院電子平台同日上線 開始提供了法院電子送交訴訟文書 及法院電子支付訴訟費用等服務 為司法程序電子化埋出了第一步 承認在行政程序方面 無論第2邪屁2020號法律電子政務 或第24邪屁2020號行政法規 電子政務實施細則 坤就電子通知服務作出了詳細規範 為行政程序的電子通知方式 打造了必要的法律的支撐 行政長官閣下 在特區行政程序電子化方面 相關工作是否已提上了日程 是否需要修訂已實施了達28年的行政程序法典 如意配合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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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王顯輝議員的提問 基於第二邪屁2020號法律電子政務已實施了一段時間 依據實施過程中總結的經驗和收集的意見 特區政府計劃於2023年啟動電子政務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工作 同時 而一併解決不同單行法規中 全現存的不利於電子化操作的情況 例如 只接受特定的要求或適養的表格和複印本 須遵循指定的操作行為 如親臨、出事、張貼等的情況 以進一步簡化行政程序和提升公共服務的數則 這就是行政程序法典裡規定得比較詳細的 我們已經是立入了 我們在2023年有關的 我們修改的程序的研究 和可能是立法 關於我們現在的特區政府 我們已經是持續推進電子政務的發展 特區政府來說 我們希望在電子政務 和電子政務的施行細則裡面 依據行政程序法典的相關規定 對有關的身份識別、通知、文件、卷宗的製作、 發出保養等的程序 制定了電子服務的規範 這些就是內容了 我們是修改的內容 所以這方面來說 正如你所說 已經很多年沒有修改了 現在去到數字化來說 我們就一定要將它進行修改 我最新的資料來說 互通已經是有服務功能 已經達到160項了 我原來都當是150項 現在又多了10項了 160項 有42萬人登記使用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大家可能都感覺到 已經是有很多事情 在電話上面可以做得到 我想這方面來說 我們對市民的數碼 數字方面的使用 是提高了一個台階 我們希望更加完善 我們下一步來說 集中精力就是我們所說的 政府的程序 政府的程序 我這個和張司長都繼續努力 因為這個會牽連到 我們很多的審批程序 時間內 但是在這方面 我們怎樣用程序去改變 這方面 所以我們解決了市民所用的 有關的方便 然後我們就會牽連到 市民所用的政府的程序 我們逐步要去完善 要加強 因為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工作量 很大的工作量 我們在一胡同的同事 他們都很努力 在短短的 一年多的情況之下 他們已經達到了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水平 我們希望我們政府的電子政務 都沿著這個方向 方便便商便民的這個原則 是解決到我們市民多年所提出的 在政府裏面 可能很多程序上面的麻煩 和程序上面的麻煩等等的困擾 我們先解決 在市民所用的程序上面 我們有什麼辦法 可以解決這些這樣的結 多年傳下來的問題 我們希望在這個逐步 不可以說很快 我希望大家 你明天你下次立即質詢說 什麼時候做完 沒有這個那麼快的 因為這個我們一定要考慮得很清楚 因為牽連到太多的法律法規 我在立法會的時候 已經清了一千多部的不用法律 但現在又快又達到一千部 我們還有這麼多的法律法規牽連到一起 我們要很小心做這個有關的程序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一定要審慎去進行有關的電子 在政府的程序的修改裏面 必須要有別於一互通 一互通因為它比較單一 每一個項目是單一 它互相牽連性 只要後台那邊我們容易處理 但是政府那裡可能一個程序牽連到五個C 或者三個C 可能十幾個局的問題 或者牽連到過百部的法律都不一定 所以這個方面來說 我們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做好有關的研究 我們才會進行 所以希望各位議員 諒解 不要明天就追我們 什麼時候我們電子政府 立即要搞定 我們會做 但是我們要有一個很審慎的態度 不可以在這方面有差錯 多謝大家 31位議員提出的有關問題 行政長官已經全部作答 很多謝行政長官閣下 也很多謝各位行政委員 以及各位官員出席我們今天的會議 21日我們就開始跟各個C的領域 進行有關這個施政的辯論 請大家做好有關的準備 現在是社會 多謝大家 好 申請負責長官 謝謝 謝謝